近期,重庆市多地发生森林火灾。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跨省增援重庆,经过各方救援力量多日奋战,各线明火已全部扑灭。当消防战士撤离时,重庆群众自发欢送感谢英雄。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普尔市支队200余名指战员,长途机动1500余公里,到达长寿区五龙村铺就靠近村庄的森林火灾。 26日下午,当消防战士撤离火场时,当地群众自发家导欢送,他们送特产,拉横幅,敲锣打鼓送别英雄。 28日上午,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增援重庆最后一批304名指战员撤离。 他们是第一批跨省增援重庆的队伍,是北备火场的攻坚力量,队伍撤离时,当地居民涌上街头。 他们手拿土特产,挥动国旗,紧紧围在车队两侧,表达不舍与感谢。 送行现场,一位群众探进车窗内,紧握消防战士的双手,含泪道别。 扑灭山火,你英勇无所畏惧。 感谢英雄,我愿倾献所有真心,向守护山城的英雄致敬。 社交网络上有人感叹,这大概是中国独有的场面了。 还有人注意到1998年时,也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画面。 1998年,2022年,历史是一个轮回。 外交部发言人花春莹8月27日写道,数以千计的中国志愿者在重庆与消防园一起扑灭了山火。 许多人将此与几年前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致命山火进行对比。 历经艰辛灾难考验,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勇敢无畏的民族团结在一起。 不知道你是否记得美国加州山火肆虐时,当地的私人消防队只保护富人的家园。 平民袖手旁观,富人出逃纳粮,加州州长只能以每小时一美元的报酬,让囚犯上山灭火。 澳大利亚2019年山火,足足烧了4个多月,烧掉了澳洲1.5%的土地面积,烧死了5亿只动物,2万只烤麻。 而如今,重庆山火历时半个月全部扑灭,三个省消防支援,当地大量志愿者参与,零伤亡,零重要设施损失。 这种鲜明的对比刺痛了一些人,脆弱的内心,甚至辟图抹黑志愿者。 针对重庆快速扑灭山火的谣言来了,各种诋毁与抹黑的言论来了,甚至于连通稿也如约而至。 推特上大量网军开始炒作中国,强迫民众,人肉灭火。 实际上大家都是自发前往帮忙。 此外还有造谣警方落井下石,对不戴头盔的救火娃扣车和罚款。 工作人员是这样说的,有一群年轻的男生带着一群女生上山去围观,并没有真正的参与救援。 工作人员也劝这些人不要上去,可是这群人并不听。 最后相关的交警只有将这些人的车辆全部都扣了下来,但是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罚款。 从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应中,我们就可以看得到,那群被暂扣车辆的人并不是救火娃,应该就是别人口中的鬼火少年,车尾搭着一些女生去围观。 从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应中,也能够确定那些人的车辆确实是被扣押了,但是目前还没有对这些不听劝,而且不戴头盔的人进行罚款。 在微博上,有账号继续炒外国的消防飞机有多牛,重庆人民却只能靠摩托,可是却被网民直接给鸟杀了,是那个让山火烧六个月的国家吗? 来自广东的超哥友豪谷、古林小妖女及熊市黑马猎手账号在8月27日下午3点52分至6点30分,连续发布内容完全相同的帖子,为澳大利亚烧了半年的山火辩护,声称大火是演变手段。 保持生物多样性和各种特种的平衡。 同样文案也出现在头条上,有来自江苏的胡锡进发布,还有来自中国香港特区的账号戴塔科技发布了类似内容。 总之,他们的逻辑是,澳大利亚的山火烧了半年那是为了保护自然。 那么按他们的这人逻辑,澳大利亚的山火应当再多烧半年,好让澳大利亚的生态更好。 可事实上,我们都知道,澳大利亚的那次烧了半年的山火,给地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,给澳大利亚的生态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,甚至造成澳大利亚各种动物的大死亡甚至是被团灭。 还有更让国人瞠目结舌的,是一个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画家,清华美院导师韩默,居然一改2020年美国山火时,大骂是民主党所为时的愤怒,改为攻击重庆,扑灭山火,不值得,是贪婪。 浩财跪舔美国到这种程度,也算是登峰造极了。 画家韩默还故意隐瞒了一个真相,即美国并不是不扑灭山火,而是美国的消防组织只给付钱的富豪服务,不付钱的富豪和普通美国人无权享受。 比如山火再大,付钱的美国明星如安东尼、霍普金斯和卡戴山的豪宅,却能在山火中安然无恙。 这是美国从不死磕山火吗?真相是死磕山火还是很管用的? 另外,在某户平台上,有账户为了给澳大利亚政府洗地,舔的角度可谓是极刁钻。 以澳大利亚烧了半年的山火面积是重庆总面积的2.1倍来诡辩和攻击。 可是,澳大利亚山火的面积之所以如此巨大,难道不恰恰在山火刚刚爆发面积很小时没有被扑灭才造成的吗? 那么,这些洋奴,耗财,为什么会对重庆快速扑灭山火如此痛恨呢? 重庆山火5天内即被扑灭,体现的不仅仅是重庆人民的勇敢逆行的英雄气概, 体现不仅仅是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的中国精神,体现的更是一种伟大文明的力量。 神话里,中华民族面对自然灾害与困难时的态度,是涉落九日,是搬走大山。 而西方呢?是向诸神跪拜,求救。 远古时期,面对大洪水,中华民族是治理水患并化水患为水利。 西方呢?是建造一艘方舟逃跑,只保一部分贵人的命却抛弃众生。 这是来自文明的差距。 正是有了中华文明的这种坚强、勇敢、团结和英雄气质的底色、传承,才有了面对突发的山火石重庆人民勇敢逆行的壮举。 中国人不需要美国队长、蜘蛛侠等超级英雄,中国人坚信自己就是上帝。 每个中国人都是超级英雄,许多中国人在一起就是一道攻不破的长城。 市民自发涌上街头,送别帮助他们灭火的武警官兵、消防员、军民一家亲,雨水情深这种场景也只有在我们中国才可以看到。 自信、勇敢、有责任心、有英雄气概、种植成城、团结一心,这样的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战胜。 这时,洋奴与耗财们就怕了。 他们从重庆五天灭掉山火中感受到了当代中国的不可战胜与伟大,这让他们的恋直心态崩溃。 中国越成功,洋奴与耗财就觉得自己越失败。 中国不可战胜,洋奴与耗财自然就痛不欲生。 来欣赏三条网民对画家韩莫帖子的评论。 一、对付不了就共存,和病毒共存,和山火共存,和枪支共存,反正把共存的理由引导到民主优越性上就完事了。 二、逢中必反逢羊必舔,黑的舔成白的,白的乌成黑的,黑白不分,是非颠倒,标准的反贼。 三、你以为他只是在说山火吗? 不是,他是害怕美国制度的崩坏。 最后,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同学都争着当志愿者,还立即创作出纪念英雄重庆人民的雕塑,这同样是学艺术的,思想境界怎么差那么大呢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